他这段对话非常长,我几乎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这段视频 有人说他说了说不给老百姓供摊,老百姓还不干 反正还说了很多,供摊呢,水分是多少呢 是你房子的水分30%,全世界没有这个东西 好像这个跟香港学来的,不供摊,老百姓还不干 这个话我都没找到,也太长 就是说老百姓高兴这个找到了,我们看一下 这样说真的挺无耻的 真的是挺气愤的,就把我们当成傻子呗 这位是谁说这个话的这个人,这个人可不得了,了不起 我担心我做完这个视频会跟你们说再见 专家说了,这个专家他不是个专家 1949年12月出生于苏州,毕届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,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教授 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是谁,我就不说了啊 你们可以把我视频暂停完以后放大,秘书,做了七年秘书 原国家进口检验副局长,原中房集团董事长,就是又官又商 官还是最大的官,商也是最大的商 幸福人寿董事长,幸福人寿创办人 利宁的学生,现任惠丽基金董事长,就是这样的人 朋友们,这样人他能体谅你们吗,他能体谅我们吗 他当然不能体谅了,他把我们都当成傻子一样